就是普丁覺得吃到這塊肉 那要不要吐出來 這個我坦白講我沒有答案 我也不敢預測 因為普丁現在的這個心理狀態 如果普丁吃到了這塊肉不想吐出來 想要在這裡長期聚為己有的話 駐軍 那北約應該會有所行動了吧 你錯了 我跟你講他會弄成一個形式 就是他就會跟烏克蘭的新政府簽 互助友好條約 白俄羅斯不就這樣嗎 這兩個共和國也是跟他簽互助友好條約 為期十年啊 那可以互相建軍事基地 那事實上就是他在建 你懂我的意思 那駐軍就進來了 美國不是一樣嗎 美國在伊拉克建立了新政府之後 美國就駐軍常駐了 一直到最近才要撤軍啊 那表面上看是伊拉克政府歡迎你來 你知道嗎 俄羅斯一定會完成這樣的過程 可是美國可以做的是俄羅斯可以 美國會讓他做嗎 美國自己可以做的時候 他不見得會讓其他人可以這樣做 那來嘛 所以就真的要打啦 是嘛 當然是這樣嘛 那當然就是 因為拜登今年要選舉嘛 所以他也沒有下台階啦 他不能示弱啊 我講白了是沒有下台階 可是 就是因為他最近紙老虎了半天嘛 已經十幾天了 那到底你能夠做出多嚴重的行為啦 就我們現在假設前面那些都是真的啦 就他成立了烏克蘭的新政府 然後就跟他簽了互助友好條約 然後允許他在部分地方暫時駐軍 然後甚至建立軍事基地對不對 那他就這邊拼拼幹啦 拼拼蓋軍事基地啊 就駐軍啦 美國怎麼辦 請問你接下來要怎樣 你說美國很生氣那要做什麼 不曉得啊 所以 你能夠想像的就是既有的經濟制裁 就持續下去 持續下去嘛 那我跟你講誰會撐不住嘛 歐洲嘛 我跟你講為什麼歐洲會撐不住喔 我剛剛跟你講 糧食跟能源 歐洲是不能自己的 那因為他都需要進口 那烏克蘭跟俄羅斯很不幸喔 他糧食出口就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啦 所以第一個你歐洲的能源跟糧食都大漲 這個帳篷一定超過美國啦 一定非常嚴重 所以歐洲第一個碰到的就是嚴厲的通膨 所以第一個他的考驗就是歐元 要不要脫離SWIFT啦 他就說欸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這個SWIFT美國你去玩吧 美元交易你繼續去玩 我也沒辦法用你美元交易了 反正我就用歐元交易我要恢復啦 不然我要跟他做貿易啊 那俄羅斯一定會說你歐元SWIFT要解開啊 那不然 因為SWIFT是一個報紋系統 你扯到美元交易才會用到美國的chips嘛 那如果是歐元交易那不用chips啊 可是那個報紋系統就是說會有交易訊息嘛 那美國會知道你知道嗎 所以歐洲人會撐不住 那第一個一定是歐元要解除SWIFT的抵制啦 他撐不住啦我跟你講啊 然後這個時候當然中國就會發揮地下的力量 就是他會協助撐住俄羅斯啦 就是我不是跟你買了燃煤嗎 買了天然氣啊原油啊一大堆 那你趕快來接上我的cips吧 cips中國的這個交易系統 事實上中國的交易系統 他內部大概有一千多家已經加入了 俄羅斯也有十幾家加入了 那歐洲因為伊朗的關係嘛 所以跟俄羅斯也有建構一個系統 就是我們講那個intlex 那個基本上 他們如果要擺脫美國的chips是做得到的 所以歐元跟人民幣的交易就繼續讓他可以做貿易 就這樣 可是那個金融風險還是存在 金融風險就是比如說股市搞成這樣 蘆布扁成這樣 可是你要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窟窿有多大 因為全世界的金融體系 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啊 是要使大家一起死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 打我一拳你都沒事 我舉例啦 比如說俄羅斯現在欠歐美的金融機構欠1300億美元 那來西偉抵制他swift嘛 他就說那我不還了 我不還了 我沒有辦法付你錢那我就不還了 那不還了就不能呆帳嗎 你怎麼做帳 那這裡面還有一些衍生性的商品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也會做到俄國的ETF啊 做到他的貨幣啊債券啊等等 比如說畢國就被發現 600億 俄羅斯債 是啊 我們買了100億啊 600億吧 100億 100億 對100億啦 這 我的意思說 哎台灣那麼小 他歐洲呢 怎麼買這麼多啊 這 可能是潮底啦 ok 不管怎樣啊 我的意思是說 我跟你講雷曼兄弟的case 因為我是專門搞這個啊 雷曼兄弟在2008年爆開的時候 他負債是6310億美元 你俄羅斯這個你給他撤了一個月 看有沒有6300億 百分之百超過 就是全球金融風暴就來了 沒有啊 雷曼兄弟才6300億嘛 你看最後窟窿有多大嘛 好幾兆欸 好幾兆欸 誰撐得住 所以坦白說啦 這個東西就是你那個金融核彈 如果要繼續 因為沒有面子 你怎麼不撤軍呢 你這個惡魔老流氓 對不對 不撤軍美國一定沒有面子啦 可是美元 美國比較撐得住啦 因為他能源糧食都自欺 那他是金融帝國嘛 可是 金融的衝擊一定有的啦 一定有的 那可是拜登因為 這個老臉皮沒有下台階嘛 他只好撐著啊 你不撤軍我就繼續抵制 那到時候就是天下大亂了 很有可能會走到那一步嘛 假設說 你剛剛分析就是 普丁的戰略目標跟你本來的設定有落差 他的野心比較大 對 而且不是比較大 是超級大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畫面都是戰爭的殘酷 和你剛才講的國際現實的殘酷 看起來是更殘酷 因為呢 假設他現在 烏東已經接近 拿下來的程度了 他的籌碼 是可以跟整個烏克蘭政府叫牌 給我換一個 聽話的新政府 那如果照這個劇本走的話都是普丁在叫牌啊 那拜登 跟這個歐美現在 你沒看到哲倫斯基在求救嗎 他求救可是感覺好像是全世界都在幫忙啊 我在這裡要幫哲倫斯基講話 哲倫斯基昨天 就跟美國這樣說 你給我一些 useful useful 拜登昨天是做完了國事演說啊 那哲倫斯基回答是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有用的東西啊 他給你支持欸 幫你鼓掌欸 是嘛 那個我跟你講 昨天CNN立刻做民調 35%的人在乎烏克蘭 64%在乎經濟 OK 俄羅斯這個抵制劇下去 通膨就是繼續惡化 因為原物料商品全球也是一個市場 你要我死大家就一起死嘛 所以拜登也是有壓力的 我剛剛跟你講說他也會有金融衝擊就這意思 你美國通膨就準備破石吧 破石我看你要怎樣 那反正我俄羅斯就進入管制狀態 我股市不交易 然後我那個不動 不然怎麼辦呢 俄羅斯交易就一直跌嘛 那跌完了是不是 有人就跟我講一個笑話說有人想要進去抄底 結果沒想到抄到地門就掛了 那題外話 沒辦法繼續往下挖了 沒有沒有辦法 關門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哲羅斯他是在呼救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 歐盟或者是美國願意出來講一句話說我們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個game就結束了 因為俄羅斯就沒有打的正當性 可是他現在是要加入歐盟 他已經變成候選國了 歐盟也不會加入 你不要保護 他有在呼救說他在戰火下加入 今天那個歐洲委員會已經出來講了 說那個不可能 不可能 後選慢慢後 因為歐洲議會根本不重要 所以歐洲議會做的決議沒有用 那個歐盟的程序是要歐洲委員會跟歐洲 歐盟的27國個別通過 要共識決 而且事實上不可能通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烏克蘭的人均所得3500美元 歐盟的人均所得是35000美元 10倍 你光是去講人口自由流動 那你的就業衝擊有多大 烏克蘭人到時候都跑到歐洲來就業 我現在都要接受500萬難民了 有差嗎 有差啦 因為到時候來就業的人2000萬人 那第二個是農業補貼 因為他有共同農業政策 他農產品的定價是在一定的範圍內 你烏克蘭的農產品如果用他現在的人均所得 灌到歐洲那連法國都倒 那那個每年補貼的金額 我認為至少超過幾百億美元 幾百億歐元 那歐盟怎麼受得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現實 所以你看土耳其 土耳其2007就已經申請歐盟進入審查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結果 為什麼 因為這歐盟不能公開講 他就用各種條件去刁你 真正的邏輯是他是穆斯林 你讓穆斯林的人口可以自由竄 歐洲怎麼受得了 我是講說這個題外話 我的說 邏輯現實真的很殘酷 本來就是啊 所以我說歐盟你也不用想 所以 真正的邏輯是什麼 真正的邏輯是 就到時候 你說只有這一招可以解決 和平解決 不是和平啦 就是說 代價比較小的解決問題 就是美國跟 歐盟 出來講 我們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那俄羅斯又失去打的正當性 他就只有說我要維護這兩個共和國 那跟現在的 氛圍 現在全世界反俄羅斯的氛圍比起來 那這些政客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那在國內的 政治壓力怎麼解決 這些政客 你真的是 太老實了 政治本質就是 飯要一口一口吃 你吃到第三口 輿論又不一樣 隨時會改 吃到第四口 靈力如流水 我跟你講 博安戰爭好了 不是博安戰爭 2003年打伊拉克 打伊拉克一開始 全世界都反對 那美國打到20幾天的時候發現 大概就是贏了 那後來又抓到撒丹夫森 大家開始拍手 就是這樣 後來美國 聯合國要來譴責都沒有用 因為他打贏了 我跟你講 所以俄羅斯現在最重要是把仗打贏 當然是 而且趕快結束 戰爭趕快結束 然後趕快組建新政府 然後大家都忘了過去怎麼挺澤倫斯基的 大家會忘記 大家選擇性忘記 就選擇性忘記 假裝沒這回事 沒發生過這回事 我跟你講連媒體都一樣 連媒體 我舉了一個例子 翁山書記你還記得嗎 翁山書記當年英美的媒體怎麼去捧他 包括台灣 包括日本 我們台灣翻譯了一大片大的傳記 對不對 那請問翁山書記你現在怎麼不去捧他 他現在準備坐牢 他被軍政府判了四年 為什麼現在輿論都不見了 只因為他去破壞羅西亞人嗎 拜託好不好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原因 是因為緬甸那個爛泥潭 不知道怎麼支持 因為 眼看翁山書記沒有辦法反抗軍政府 看起來不會贏 不然你應該支持到底 所以你就說這個國際社會是支持贏的人就對了 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不能說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說 到最後 看反抗者 機會不大 那個新聞就慢慢淡去了 那倒不是說就承認了 烏克蘭新政府或 普丁這個事情的正當性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這件事情就淡掉了 你知道吧比如說美國 美國在打伊拉克2003年一開始爭議很大 那等他真的成立伊拉克政府之後有新聞嗎 那持續到現在十幾年 你現在看到的新聞都是美軍又被炸 對不對 都是那種零星的暴力事件 對不對 然後最後美國開始算錢 說華不來啊等等 阿富汗不是也是這樣嗎 塔利班哪有什麼新聞 塔利班啊 如果不是 但是後來他奪下第二大城哪有什麼新聞 對不對 那 美國 把那個 那個塔利班給推翻 然後建立一個新政府 大家也沒什麼意見啊 反正塔利班形象也很差嘛 對不對 所以 那你也不會去管 美國在阿富汗殺了多少人 有新聞嗎 沒有啊 這位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